从没见过如此大胆的女孩 她拦住一个小胖子 伸手扒下她的裤子后 女孩抛出诱惑 小胖子眼睛都看直了 立马扯下了内裤 自尊心受辱的小胖气急败坏 提上裤子就跑走了 然而身后的女孩还在继续发出嘲笑 她不知道 自己即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二天 女孩在空无一人的小路上骑车 可她越骑越不对劲 树林里仿佛有人在正盯着自己 当她一走 女孩躺在地上苦苦求饶 而小胖只是一言不发走向单车 一把举起 将她扔到了桥下 然后冷冷地看着女孩 任凭她怎么忏悔解释 胖子都不为所动 一脚把她踢了下去 她看着桥下的尸体 眼里没有一丝怜悯 一个变态魔鬼就此诞生 转眼多年过去 小胖成了一个资深技术宅 因为小时候留下的自卑阴影 小胖一直不敢交女朋友 只能用充气娃娃来代替 除此之外 她还疯狂迷恋于看美女直播 甚至将她们的头像打印出来 和自己的贴在一起 这天晚上 直播平台上来了一个新主播凯莉 她与其他女主播不同 拥有性感火辣的身材 脸蛋却格外的清纯甜美 一下子就击中了小胖的心 她反复回看凯莉的绯闻 然后定格画面打印出来 将墙上的女主播头像 全部换成了凯莉 她势必要得到这个女人 女主播强忍着羞涩 按照对面客户的要求 一件一件地脱掉衣服 直到整个身体被一览无遗 这是个成人付费的直播网站 所有美女主播住在一起 别墅里到处都是 360度无死角的镜头 而她们无论是睡觉 洗澡 还是做运动 全部都会24小时直播出去 凯莉是这里新签约的主播 只见她解开衬衫领口 对着镜头缓缓扭动身体 表情动作极尽妩媚 很快 直播间里的人数就已经爆满 而这个胖子更是被深深吸引 无法自拔 她看着正在洗澡的凯莉 忍不住深情抚摸 而为了能和凯莉撩骚 胖子花重金包下她的私人直播间 为了让胖子打赏更多礼物 凯莉对她各种夸奖 还认为胖子一定很帅 自己很喜欢她 却不知电脑前的小胖十分紧张 因为她一直对自己的外貌感到自卑 但还是没忍住给凯莉发了自拍 凯莉一开始被吓了一跳 可出于职业素养 她还是违心地夸奖胖子很帅 然后看见男友发来的约会短信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聊天室 胖子第一次遇见不嫌弃自己长相的人 这令她更加迷恋凯莉 甚至打造了一个凯莉模特 每天抱着狗啃 可这天 胖子再次进入直播间 想找妹子聊天 却偶然看到自己发的自拍照 放大一看 上面竟然还写着骂自己死胖子的话 一瞬间 胖子的自尊心又被狠狠践踏 她非常生气急于发泄 突然 心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她通过入侵网站 找到了凯莉做直播的基地 这一刻 她的眼神变得十分变态 这个美女穿着短裙 却大胆地张开腿座 殊不知 一个胖子正死死盯着她的裙顶 美女发现胖子的目光后 开始对她人身攻击 一向自卑的胖子气得直哆嗦 她赶紧回家登陆账号 找自己深爱的女主播寻求安慰 却没想到自己发过去的照片 被她贴在了墙上 上面写满了对她的无情嘲笑 这下胖子更加生气 为了抱羞辱之仇 她入侵网站 找出凯莉所在的色情直播基地 胖子戴着面具 硬生生用门夹爆了保安的脑袋 随后跑进女主播的房间 趁这个妹子还没反应过来 上去就用绳子把她给勒死了 另一个房间里 女主播正在和小伙撩骚 男孩发现了身后戴面具的胖子 赶紧发信息提醒 可已经来不及 在男孩的注视下 女主播被胖子折磨至死 接下来是沙发上的一对男女 胖子一拳打倒男人 然后拼命将她的头撞墙 直到男人没了呼吸 而床上的女人也被她用胶带封口 活活憋死 房间里凯莉刚好看到这一幕 此时的别墅就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跑到地下室 关掉电闸躲起来 开启摄像机的夜视功能 什么都看不见的胖子举步为奸 凯莉趁机将尖锐的木棍 插进了胖子的身体 可胖子还有力气还击 她用力掐住凯莉的脖子 危急时刻 凯莉拿起一旁的摄像机 直到胖子被砸得血肉膜 凯莉才敢停下手 胖子最终 还是死在了自己最爱的女人手里 电影《女孩闺房》 告诉我们 永远不要嘲笑和欺负别人 你的一句玩笑嘲讽 也许会给他人带来一生的伤害 也许会让自己付出惨重的代价